再来看情歌王子品贯 昨天晚间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唱了 一连串筷子人狗的招牌情歌 让现场三千名粉举很陶醉 而神秘嘉宾李星杰也亮丽现身 和品贯大合唱 把现场的气氛带到最高点 品贯首次在台湾开个人演唱会 一身摇滚乐手打扮 从行李输送带帅气登场 五月天团员特地为好友加油打气 正牌品贯和山寨版品贯同台 真的有够像 刚刚在后台 我在那边晃了晃 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说 你怎么还没上台 然后待会我送你回家吧 就是演唱会结束之后 你要等到后面跳 也因为我知道你先给车了 神秘嘉宾李星杰亮丽现身 和品贯的大合唱 让现场弥漫一股浪漫气氛 品贯连唱三十首招牌情歌 让全场歌迷都陶醉 中间新闻若为许少平 SNG小组 台北报道